那么我们现在装了刚刚这个里面这个 就是去抓这个Flash的动画 我们刚刚提过就是他会去抓阿易的暂存档 那么你可以从里面去看到 最大的好处就在说 你点到之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内容 因为如果你不看到内容 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 因为我们平常的Flash 请问你可不可以按右键 有这种另存的图片才行吗 Flash没有 所以说我们需要其他软件来做辅助 那说真的软件很多 你把你要的 假设你要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 你看这里有一个 假设你要这个按右键 有没有safes 其实就从那个资料夹 刚刚那个暂存的资料抠出来 这样是不是就好了 这样了解意思了吗 好那如果你要比较多 你就这边应该是不能按shift的啦 你可能要一个一个看 因为他只有存一个跟什么全部都存 你看按右键 有没有一个叫save all save all就不管哪一个反正全部都存 所以你看这个广告不是很多吗 广告也是Flash 所以都可以存下来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像我给各位看那样子 那你留下来的话 以后就等于说你不用上网就可以找到它 那当然有很多的截取的程式 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把里面的元件拿出来再用 比如说我发现它的声音不错 还是这个元件做得不错 我可以把它拿出来用 不过那个目前来讲都是付费的 就好像没有免费的 可以抓元件的 甚至有把它还原回FLLA的 也有 也有这样的软体 这是给你做参考 那 那个 我看一下 如果说万一你存下来 比如说我这个档案 我把它存下来的 假设 你没有Flash的话 请问 可不可以看 就是说你电脑里面没有安装Flash 这个软体 我们现在不是有红色这个吗 那能不能看 如果说啦 万一比如说我去到的电脑里面没有装Flash 可是我又看到抓下来是这种档案 那怎么办 很简单的 因为你AE都看到对吧 这样 挖的来到AE 借我看一下 AE就给你看了 哈哈哈哈 为什么 因为AE本身就有那个Flash Player 你看得到嘛 它明明就内建装在那里啦 对啊 所以你要不要另外一种 如果说你不想那种方式就好了 因为你有支援 它一定要有播放程式 才有办法去看那个内容 我们讲过 不是标准 但是因为是 大家广泛都有 所以就觉得好像是标准这样子 那可以接受吗 好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看影片的方法 但缺点就是说 你就这样丢来丢去 不然你就要从这边 开启旧档 然后呢 选浏览 那应该是 应该是等你开启旧 这里你就选所有档案 然后再去找这个 这样也可以播啦 但是这样 我们这种比较急的人 会觉得 心脏会不太受不了 哈哈 稍微慢了一点 所以就用拖曳的就好了 可以啦齁 好 不过来 我怎么不太拼了 嗯 你都没什么 这个 再来 所以